哈喽,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分享组合勾出平整的圆形包底 那我这边勾了一、二、三 三个不同的短针针目的支片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环形起六个短针 按照相同的加针逻辑勾出来 中间是凸出来的,不够平整 第二个是环形起八个短针 按照相同的加针逻辑勾出来 前后都非常的平整 第三个是环形起十个短针 那我们可以看到勾出来是有很多的折皱 也不够平整 所以如果环形短针起针的话 八针是最完美的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勾支方法 左手绕线,右手持勾针 穿过线圈,带线出来 我们要在线圈里来勾八个短针 好吧,各位,短针勾完之后 右手捏住支片 左手拉紧线圈 接着我们做头尾的引拔 勾针穿过第一个针目 带线出来 穿过勾针上的所有线圈 接着拉紧 然后勾一个起立针 接着我们看第二圈 第二圈要勾八个加针 等于每一个针目要勾两个短针 那引拔的这一针不算针数 所以我们第一针就是在引拔的这一个针目里 勾两个短针 好,接下来每一个针目都是同样勾两个短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我们称为短针加针 符号是用V来表示 好,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好,这圈勾完之后我们同样要做头尾的引拔 勾针穿过第一个针目 带线出来 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接着要拉紧 这里一定要拉紧 然后再勾一个起立针 这样引拔出来就比较无痕 那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是一个加针,一个短针的方式 第一个针目,我们勾一个加针 第二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也是勾加针 第四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式,循环勾完这一圈 好,我们看一下第四圈 第四圈是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加针方法 那我们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短针 第二个针目也是勾短针 第三个针目,勾一个加针 接下来也是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好,这一圈也是按照这样子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的方法 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那我们看一下第五圈 第五圈是一个加针 接着三个短针 然后继续再一个加针 三个短针 按照这样子的加针方式,勾完这一圈 好,我们看一下第六圈 第六圈是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再两个短针的方法 循环勾完一圈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勾法 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加针 接着再勾两个短针 这样是一组加针 然后接下来重复 按照这样的方式,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好,我们看一下第七圈 第七圈是一个加针 五个短针 这样的加针方式,勾完一圈 第一针,勾一个加针 接下来勾五个短针 然后还是一个加针 五个短针 按照这样子循环勾完 环形支片 我们要根据它的帧数 然后平均分配它的加针位置 这样勾支出来的支片就会比较圆 而且比较平整 圆形包底的过滞教程就分享完了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